我現在工作是律師 在當律師之前是當老師 我今天上台其實是律師 有個想法上台 所以真的沒有帶給他 我要講的主題叫做未來的公民 未來的公民 我想在台灣1990年的時候 因為面對著動員他們律師條款的荒謬 還有萬年五會的荒謬 我們有了一百五運動 那一百五運動造成了某個時代的覺醒 那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面對黑箱子的荒謬 我們的太陽化運動 這也讓了許多公民 甚至整個世代年輕人有所覺醒 那香港也有預算合理 讓許多香港人面對假如選的荒謬 經過這個運動他們也有所覺醒 那我想不會演的是 重大事件或是重大運動 都會讓許多的公民 從本來麻木的狀態 可能一下子感悟到或是了解到某個事情的真相 都沒有所覺醒 包括我自己在那裡都是 我想三一八還有三二三的事件 讓我本來慢慢麻木的漸漸覺醒起來 可是我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覺醒中的公民 當然他就開始關注公共事務 包括像經營運 很多這些團體一樣 他們也開始去遲遲的參與公共事務 可是我想問的問題是 我們台灣未來會關注公共事務 會想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在哪裡 我們能不能做什麼事情 去讓這事情發生 還是說我們所謂的這些會 覺醒的公民都需要靠著 面對所謂的民主思雲 或是面對所謂的政府思綜 產生的某種重大社會運動 之後才會產生這些公民 還是我們可以想個方法 把一些地方做好 然後讓台灣有一個土壤 能夠培養對來的公民 所以我想講到這個 因為我本身有參加一個基金會 叫做民間公民法治教育基金會 那他就引入了 引接了一些美國的公民教育的教材 我發現美國的學生從小開始 從小學開始 他可能就開始思考正義的概念 那那個教材又提供了 一個所謂的思考工具 讓他去思考情緒正義 該思考哪些問題 我舉個例來講 他就要思考說 我們要做什麼決定 我們要收集哪些資料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做決定 那收集資料的方式 還有做決定 比如說多數決啦 表決啦 投票的方式 是不是公平適當 這是美國小朋友從小就會接觸到的教材 可是我們台灣有嗎 我們台灣會關心程序正義 該整個思考嗎 還是我們一直都要仰賴 某個世界的覺醒 那我們突然會關心到程序正義這樣的問題 那比如說 美國公平教育中心台出一個教材 叫做公平行動方案 公平行動方案 它其實就是 教導學生去 用四個層次階段 去思考的問題就是 我們如果遇到一個生活上 或是社會上想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透過四個階段 第一個 界定問題 第二個 我們去連理檢視各種可行的方案 第三個 我們決定出一個 確實可行的方案 第四個去行動 我們一定的行動方案 這也是美國的小朋友在學習的問題 可是我們台灣 面對民主 或是面對政有私人 我們從小有沒有收到這樣的一個培養 所以我想GTV 它有很多概念 包括開放資料 體制調整 生化民主的概念 我想到的是說 台灣人在教育方面 就是培養未來的公平方面 我把它限定在這個教育方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方式 包括開放資料 或是說設計一個理想的平台 去做教育課程方面的設計 讓我們的學生 或是說我們的年輕人 或是更年輕的人 可以從小就能夠運用這些平台 去學習思辨的能力 去了解什麼叫神義民主 讓那個東西變成他們的生活 變成他們的學習過程的一部分 我想一個從來沒有學習過性老的人 你突然跟他講說這個事情是違憲的 一個從來不關注人權的人 你突然跟他講說 現在政府所作所為是侵害人權的 那就好像是一個重度過敏的人 做任何事情的話 他應該也會有所反應 所以很多事情可能都要從 教育或是基層方面慢慢做起 那我想現在基層這個部分很好 他現在用各種方式或是各種活動 讓現在已經具行公民 能夠有一個管道 那我希望教育的方式 或是教育活動 或是教育有這麼多人才 在教育這一塊呢 也能夠想辦法設計出一個管道 讓教育這件事情 能夠援揚出援援公民 謝謝